拿出各国取得的专利证书 业者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因为自家出款的能量毯 标榜在原料中使用了褶泰贵金属 并植入纤维中制作成毯子 因此不需电力就能从内而外 达到发热温暖的效果 在市场上询问度很高 它是卫福部第一等级的医疗器材许可 也荣获了多国的专利认证 以及多国的发明奖项 我们也跟工研院有共同来研发 这个坦贝 它是一个全球创新级的医疗级职务 荣获了FDA 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 最难得的FDA的认证 业者表示 虽然自家的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但最近却有对手销售另一款的能量坦 情来媒体人圣竹如代言 还在平面媒体上刊登类似的广告 试图混淆消费者影响了业绩 因此他们特别召开记者会 需要民众能够睁大眼睛 购买钱多询问多比较 我们连续在刊登《苹果日报》的报道 我们在A3版一翻过来 同一天同一期他在A4版 那是不是在混淆消费者 我们在一周看刊登了同一期的广告 他也在同一期刊登这样的广告 是不是在混淆消费者 对于这项质疑 另一家奈米科技代理商则表示 双方原本是合作关系 在合约结束之后才自己经营 而且旗下的两款床垫品牌 都有医疗器材的合可 并没有广告不实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 恐怕还是得走上法院才能弄分明 接着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学生